電影中為了解決居住密度過高 只好把人類縮小 台灣也面臨相同問題 全台灣總人口2358萬人 卻有高達7成的人口都住在六都 工作機會吧 還有生活便利性 交通方便 然後生活機能也好 現在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都市裡面 是一個國際上的一個趨勢 大家大概都有預測 就在比如說2050年 大概地球 大概70%的人都會往都市集中 我想這個都市化的現象 也代表著就是說 比如說工作的便利性 還有就是生活的品質的問題 生活機能好 民眾全往桃園市 人口成長最多 2018年增加2萬3千人 6度蟬聯6度之冠 因為桃園市它有新的開發 你要開發航空城 那一般人來講它就有就業的機會 生育上面的補助桃園市比台北還要再多的 其他上新北市人口增加4,030人 台中市1萬人 台南市也有小福成長 但反觀台北市2018年人口銳減1萬9,632人 高雄市也少近2千人 省市北高兩市吸引力不在 人負成長狀況下 如果分派到全台灣各地的話 理論上應該也是會負成長 建設投資或者是經濟政治的中心等等 應該還是在以北部 高鐵捷運開通 工作機會相對多 桃園市人口還會繼續成長 東森財經新聞聯國點和坤園台北採訪報導